欢迎收看6月12号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赵方琪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保尔总队在警察节前夕将爱心化作具体行动 举办了捐血救人公益活动 新北市警察局提供自愿指纹纳易服务 帮助走失长辈尽速找到回家的路 新北市图新年分馆举办人力百度走毒活动 带民众坐渡船了解新店特有的人文历史 新店车子入荷花池吸引许多摄影爱好者前往拍照 是都会去难得的赏何秘境 今天的数位最亮点单元 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索码功能 以及如何设定互动讯息通知 保尔总队在警察节前夕举办了一场捐血救人公益活动 号召各警察大队、新市警察大队以及新店警分局一同共襄盛举 将爱心化作具体行动 用热血帮助更多人 也让这个警察节格外温馨有意义 选在警察节前夕保尔总队6月12号上午在安康训练中心 举办了一场捐血救人公益活动 保尔总队长刘章元表示 大家都知道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所以希望借由警察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将警察同仁的爱心化作具体行动 让这份热血可以帮助更多人 今天是第41届的警察节 警察本来就是社会服务最重要 我们捐血也是很基本的一个项目 也代表警察继续奉献社会的一环 为了表达对协助捐血的医护同仁感谢之意 保尔总队长刘章元特别致赠了小礼物 捐血车上坐满了等候捐血 以及正在捐血的警察同仁 这次的活动还特别号召了各警察大队 刑事警察大队以及新店警分局一同共襄盛举 不少警察同仁平时就都有捐血的习惯 但能够在这个特别节日贡献一己之力 每个人都觉得格外有意义 是玩起袖子然后献出我们的热血 然后来为我们这个社会来奉献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平常大家其实来同仁都有捐血的习惯 趁这个机会啊然后可以跟分享我们的警察的热血 保尔总队表示非常感动每个单位的警察同仁热烈响应 同时感谢保尔总队警察之友会鼎力赞助物资 让活动可以顺利圆满 而透过了这场捐血公益活动 不但看见的人民保姆 晚秀捐血的热忱表现 也让这个警察节倍感温馨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家中有年迈长辈最害怕的就是发生走失的情况 为了帮助走失长辈紧速回家 新北市警察局开办自愿指纹建党服务 只要家属被妥身份证就可以就近到所属分局 申请指纹纳应服务 台湾逐渐步入超高龄社会 再加上近年来失智症患者增加 让许多民众最担心的就是长辈出门发生走失的情况 为此新北市警察局开办自愿指纹建党服务 期望透过指纹辨识帮助走失者可以紧速回家 林口仁爱公托中心主任徐亚婷就表示 过去就曾发生过长辈走失的经验 幸好已经事先办理指纹建党 才能在短时间内找回走失长辈 鼓励招呼长辈的家属可以申请这项服务 降低走失风险 过去也有长辈曾经有走失过的经验 还好我们有跟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 申请这个指纹纳应 所以让我们长辈呢 快速的时候能够被协讯回来 所以如果您的家人真的有这样的失智的状态 我们建议您可以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做这样的一个免费申请的活动 新北市警察局表示只要家属被托身份证 就进到所属分局就可以申请指纹纳应 目前也提供65岁以上长辈团体指纹纳应服务 帮助有需求的社福机关和长辈建立指纹资料档案 并且上传到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建党 而未来也将陆续针对新北市辖内52个社区服务据点 办理道点指纹纳应服务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图新店分馆12号举办新店渡口人力百度走读活动 带领民众体验全台唯一硕果仅存的人力百度 虽然碰上了梅雨季 不过呢民众还是兴致高昂 做渡船体验新店西不一样的与众风情 新北市里图书馆新店分馆12号举办人力百度走读活动 虽然遇到梅雨封面 不过并没有交习参与民众的兴致 因为可以搭乘全台仅存的人力百度 惬意漫游欣赏新店西景致 真的是相当难得的机会 因为我跟先生常常在河美山这边走动 我们就想说有机会一定要来坐一坐渡船 大家妈看 那正好有这个机会 又有解说 所以我们就报名参加了 传统坐渡轮啊 传统这样子坐渡轮 感受到古老这个坐船的味道 新店西的渡船历史开始于清光绪七年 到现在已经超过百年历史 当时碧坛吊桥还没有兴建 渡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在40年代 新店西共有九个渡口 如今只剩下新店渡口 而且依旧靠着人力操纵木制渡船 往返新店及湾潭两岸 是新店独有的特殊地方文化 我们之所以办这个活动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发扬乡土文化 就是让新店的居民可以深刻的体验到 人力百度它是别有一番风情的 像今天六月十号 虽然说下雨 其实下雨其实别有一番风情 雨中的新店西水面上泛着迷蒙雨雾 别有一番风情 新店分馆主任梁敬贤 还特别以北宋诗人苏氏的诗词 来形容新店西之美 我突然间想到苏氏有一首诗 天光恋艳情芳好 三色空蒙雨 义齐玉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现在的情形就是三色空蒙雨 义齐 那新店独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美 新店公文表示 这次报名参加活动的20位民众当中 有7位是从桃园远道而来 可见大家对人力百度的好奇 因此未来将会继续办理新店独走独活动 让各多民众可以深入了解新店的人文历史 继续声明咱们起新店采访报导 您知道荷花莲花要如何分辨吗 其实荷花就是莲花 而莲花也就是荷花 5月份起全台各地荷花陆续绽放 在新店车子路旁也有一片荷花池 虽然花旗已经进入了尾声 还是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前往拍照 拿着相机不断按下快门 吸引多位摄影爱好者造访的 是位在新店区 车子路121-1号路口旁的这一片荷花池 在目前花旷已经进入尾声 加上这一波美与封面与世摧残 不过一朵朵粉红娇艳的花朵 依旧信不少民众前来欣赏 同时这里也是丰富的生态池 不时有蝴蝶蜓蜓穿梭花朵和夜间飞舞休憩 此外在入口处还有一座古仆风味的凉亭 可以供民众休息赏和 凉亭硬衬荷花景致别有一番风味 而1月份正是荷花绽放的季节 全台各地荷花陆续盛开 不过常有民众搞不清楚 荷花与莲花究竟要如何分别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 其实荷花就是莲花 但与顺莲不同 虽然荷花与顺莲同属顺莲科 但荷花的叶片是挺立出水面 叶面为碗公形状 而顺莲的叶片是圆形 平躺服贴在水面上 另外荷花有莲蓬 顺莲没有莲蓬 所以有机会大家去欣赏荷花顺莲时 千万不要再傻傻搞不清楚咯 记者成品这门期新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数位最亮点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看球赛干嘛这么累 有了数位录影机 全部可以预约录 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 看几次都行 随时可以轻松看 老婆爱看的戏剧 也可以整套录哦 有了数位录影机 不怕肉看精彩节目了 快播29173939 大兴电数位电视 自从我装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 除了看他好不好 也可以让自己心情好好放松一下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真的很方便 有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让我在煮饭洗衣服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 你用事情做到一半 还要跑到房间看孩子 真的让人很安心 居家防护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3939 大兴电宽品 数位电视的分级锁码功能 相较于传统电视 提供了安全的收视环境 除了针对收视级别做锁码 进一步还可以针对频道 以及收看的时段进行锁码 此外 数位电视与传统节目 还有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有着清楚的节目资讯 以及随个人喜好 可以设定的互动讯息通知 今天的数位最亮点 就带您一起来了解 收看数位电视 除了频道多元 品质提升 对父母而言 最重要的附加价值 就是锁码功能 这项功能 可以让孩童的收视环境 更为安全 不仅针对节目分级锁码 还可以针对频道 与时间进行锁码 按下遥控器上的选单键 选择设定标签页 您可以针对某些频道 做全天候或部分时段的锁定 点选进入设定锁码频道 输入个人认证密码后 会出现设定视窗 在选取栏位点选遥控器上的OK 以遥控器上的上下键 选择要锁定的频道 按下黄色元件 该频道右边会出现上锁的小标示 代表勾选完成 您可以选择单一频道 或继续新增其他频道 然后按下完成 回到设定视窗 接着选择要全天候锁定 或是部分时段锁定 若是选择部分时段 这里提供三个时段做锁定 切换到各个窗格 按下遥控器上的左键 就可将原本的预设时间删除 改成您要设定的时间 输入完成后按下OK 当锁定时间一到 您就会发现指定的频道 会变为输入密码的保护页面 这个功能可以避免家中孩童长期收视 提醒他们该让眼睛休息啰 当您开始收看数位电视 一定会发现在电视画面下方 会出现节目简介视窗 告诉您目前该频道正在播映的节目名称 只是您是否觉得这个简介视窗 马上就不见 来不及看清楚呢 别担心 您可以依据个人需求 来决定简介视窗出现的长短 按下选单 选择设定标签页下的设定简介显示时间 按下OK就会出现设定视窗 在这个功能中 您有2秒、5秒、10秒以及15秒四个长度可选择 例如我们现在选择10秒钟 则您将会发现每切换一个频道 简介视窗都会停留10秒才消失 而进一步 如果您想了解该节目的简介 只要按下遥控器上I图示的介绍键 您就可以在简介视窗看到相关的文字介绍 此外 按下遥控器上标示EPG的节目表键 也可查询到其他影片介绍 这样您就可以随时掌握自己的收视时间 这项功能用在电影频道真的是很方便呢 而且最多您可以一次查询到一周的播映时间表与简介 对于喜爱收视电影频道的收视户 数位电视可是好处多多哦 收看电视时 右下角出现了一个信封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别担心 这可不是骇客入侵 而是数位电视提供的互动功能之一 当有重要讯息或是频道活动等 透过互动电子邮件 您就可以随时掌握一手消息 按下选单键 选择邮件讯息的图示标签页 再选择讯息通知设定 就会出现设定视窗 在互动邮件的通知分类中 共有五项 分别是购物优惠 最新消息 强档推荐 以及好康活动和服务讯息 您可以依个人收视习惯 将有兴趣收到的通知项目保留 其他项目则按下遥控器上的黄色元件 这时您选择的项目 就会往右放到关闭页框中 您也可以选择全部项目 这时您会发现所有的分类 都被放到关闭页框 按下OK确认键 就会出现互动广告通知设定完成的字样 日后您在收看节目时 信封就不会突然出现在右下角 而为了避免收视乌漏掉 辅上业者的重要讯息通知 建议您还是可以点选 邮件讯息中的服务讯息 查看相关内容哦 接着来看 波标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4月1日起至6月底 点选机上和买video收看影片 就可抽家庭剧院 强情可洽myvideo官方网站查询 上网看电视就要精打细算 现在申办精神方案 每月只要949元起 机上和myvideo豪华月租免费看 再加码赠送超商礼券 详情请洽2917 3939 大新年客服APP可进行账务服务 障碍报修 还可进行节目查询 接收最新优惠专案 还可通过手机进行远端录影 马上下载轻松又方便 防止灯壳热 请清除不需要的积水容器 以避免蚊虫滋生 另外平日到户外环境活动时 请穿着淡色长袖衣物 并于皮肤裸露处 涂抹防蚊药品 以避免遭受蚊虫叮咬 预防肠病毒请正确洗手 并养成不乱摸口鼻的习惯 照顾或接触幼童者 应注意个人卫生 避免将病毒传染给幼童 成病时应尽速就医 并且请假在家休息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会刊登在 大兴电有限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19各国的生意历 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中 台湾零月倒数最后一年 如显台湾社会的少主化这种现象 而托育则是双新家庭 最头痛的问题 我今天宣布最新的 校园空间大改造计划 要在保障学生的 受教前的前提底下 将学校里面的闲置的空间 通通盘整起来 活化利用 打造出一个安全健康的育儿环境 现在我就出发到 要从国中进行大改造 提供市民更多 优质平价的脱衣环境 Go Hi 新北市到今年的三月 零到二岁的英国有 有57238名 其中有34% 选择托人照顾 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因此新北市在 積極的推動公共托役 已經蓋了60家托役中心 縮脫了1萬700個英二人 是全台的第一名 我們持續新12年國教 將托役中心建築在校園中的餘育空間 從孩子的出生到小學 都能做得再穩定的快樂環境成長 我很高興今天又增加了新莊四千國小 童年國小兩處 將未來會有更多的優質評價的 因幼兒公托環境 繼續來減輕父母的負擔 你知道嗎 新北市有65歲以上的年長者 已經有55萬多人 在新北市的人口 占了13.7% 隨著人機的增長 小日 越看越模糊 長輩的勢力 我們大家一起來關心 新北市所創 廣碩好平的敬老引進專案 正式開始了 新北市超過有275家的專業引進行 要送給新北市65歲以上的市民 免費的老花引進 希望讓更多的長輩跟子女 重視眼睛的健康 目前已經將近有12萬名的長者 顯配喔 不只小朋友 老朋友們 如果看不清楚 就一定要接受專業的檢查 大家千萬不要忽視視力問題 記得喔 當子女外車工作時 我們的爸媽都在做什麼呢 本期調查 新北市65歲以上的長輩 有九成是健康的 只有一成是摔肉或失能的 我們希望長輩不要只是在家 獨守著電視 要多出去轉動才能延緩老化 我們要活得健康又快樂 因此我們持續推動 贏法紀錄步 新北市目前已有492歲 今年目標新增123處 將定期舉辦各式健康次序活動 修行移樂 老人共餐等多頁服務 讓長輩就近在社區 就有共同的同樂好去處 不只金正人際官司 還能彼此建立陪伴和照顧 讓年輕人能安心吃外打拼 電磁波安全 造謠者 OUT 就讓國室我來還原真相吧 各位鄉親朋友 你們知道嗎 在我們生活中 最大的電磁波發射器 就是那高高掛在天上的太陽了 所以太陽就好壞壞嗎 話也不是這麼說的 電磁波的頻率範圍很廣 頻率高的就像是 我們去醫院照射的X光輻射線 眼睛看到的可見光 微波爐的電磁波 電磁波對人體到底有沒有害 來來來 我來告訴你 把普朗克常數 X 乘上電磁波的頻率 μ 就可以計算出電磁波的能量大小 1 誒 別一看到公事就睡啊 總之頻率越大的電磁波能量就越強 一般來說頻率高於子外線的電磁波 因為能量比較強 會造成生物細胞的破壞 長時間照射會造成身體的損傷 所以要小心接觸 喂 博士在講你有沒有在聽啊 真是的 當然頻率低於可見光以下的電磁波能量比較低 但是照射久了 也會產生熱效應哦 別怕別怕 因為人體本身就具有調節能力 基本上是不會造成損傷的 哦 哦 又傳來啦 其實網路謠言最常提到的電磁波就是 通訊無線電波啦 它的頻率比紅外線小1萬倍 所以 它的能量當然就比紅外線低1萬倍咯 也就是說啊 要同時使用1萬支手機 所產生的能量 才會跟照射紅外線所產生的溫度變化 一樣哦 所以各位朋友 就是你啊 別懷疑聽我說完 千萬別再相信不值得網路謠言哦 再見囉 see you 好 大家好 新北市目前 在整個 人群網 部道長其實不信任的路上 所以 一個重新的進步 要以更為本 尤其要先從保護利用開始 起碼要對 基本上 讓學員能夠穩安全 上行的 每家的路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 這個才是侯友要做的事情 我們不會去做到很大的事 我們做一個小事 但這個小事就是很大的事 這個是 古今是屬於鐵路基的財產 106年完成了以後就開放界 開放界我們鄉間來參觀 所以說都保持 大部分都保持業位 大部分都保持業位 我們如果這邊有意向就是 用那個煤礦針的意向 這個農村 農村 我們就是造原味這樣 他也不想要做 其他人 有很多事 有什麼事 有很多事 我們知道 有很多事 有很多事 他也不想要做 有很多事 有很多事 他也不想要做 好分 好友誼 今天要出任路 要去我最愛的地方 新北市享水 好山好水 好風光 尤其生態做得最好的 平民 我聽說 吃了別人會秀的行程 一定要來大廳 這裡有很多人的藝人 這裡有很多人的藝人 所以你來到白鴨 後來這裡是好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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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比較多水清澈 天白的房子就夠了 所以現在白鴨有很天然的資源 我們要好好地保護 我們要好好地保護 讓我們實際上永續環境 一直保護 空間的客廳 可以 有很少 對 本台灣用茶葉做的櫃子 就怎麼平臨這裡才有 它是好家的 本台灣的小店的 有過很遠 過到這裡 我們在用民用汽作的方式 然後他們做了之後 由我們收購來吃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做的事情 就是说针对地方的一些议题 然后做讨论 然后去盘调我们现在现有的资源 那都是老一辈港湖传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带这个点子为止情人 对 奉惑地方这些年轻人 对 我们叫很多东西 拿到结合我们各级组来跟着 都就是在放声和轻隆 包括新势力这一块 这边人要想想想 要老的 才让我去 老婆 弟弟 当然落在一个 赶紧木 但是现在一些 有点忙的 我们要让 them再度 所以